我們就接著把冰沙倒下去就可以了 現打藍莓冰沙淋在酸甜優格上 再加入水果擺盤一口喝下很對味 還有吃水果沙拉時每一片生菜 加上必備優格醬 不過現在業者們很頭大 因為優格成本已經調漲 澳洲那邊現在他們目前的生產成本一直在提升 但是他們大盤的收購價格 卻沒有一直跟著他們的成本在調升 現在目前漲幅大概到這個月大概是兩成左右 那廠商那邊都還有跟我們聯繫說 9月可能還會再調漲一波 而以這間早午餐業者來說 進貨的是澳洲品牌優格 去年底一桶三公升約370元 現在變成450 一口氣漲約兩成 業者選擇自行吸收成本 不過優格漲價不只業者無奈 消費者也有感 549元 沒事外場產地在美國的進口優格 是不少民眾喜愛的商品 但很多人都明顯感受到漲幅 還有民眾說去年6月底時價格還是399 到了8月變成429元 今年3月469 5月初489 5月底519 直到7月16號549元 價格不斷飆升 從7月計算開始 然後那個航運的原物外的原物 對此好事多說 試運費上漲和原物料價格波動 導致售價不得已要調整 而其他有賣進口優格的超市則說 目前還沒收到廠商漲價通知 國內部分鮮乳大牌也說 價格目前沒要調整 但確認的是 物價運費漲勢沒停歇 消費者荷包只能越來越鎖水 TVBS新聞亞洲將會實驗台報導